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盖随夜缘而来 神之去野和志而去灾 盖随夜缘而去 夜缘者何灾 其属作者人间之夜 神则随之而生于人间 属作者天上之夜 神则随之而生于天上 若作阿修罗之夜 神则随之生于阿修罗 若作三恶道之夜 神则随之生于三恶道 是轮回六去 无有出奇 然者神者 自无时以来 投胎一壳 不得久留于一所 所以者何 所以然者何灾 以物属造之夜 非久而不尽者 故神之舍于夜也 夜尽则行坏 行坏则神无属舍 又谁物今世属造之夜 而往一 譬如人造乌语 必具其中 人造饮食 必享其味 故造如是夜 必受如是之暴 改自然之离夜 然者物今世属为 岂可以不胜战 与直脱轮回 永离苦恼者 无如西方净土 故不可以不休也 请看这一段 普劝修辞第三篇 题目是 直脱轮回 修净土 直接的解脱 六道轮回之苦 要修往生净土之夜 这种普劝修辞的方法 道理 应该是很直白 我们只要读这一段 好像没有高深的道理 都能理解 但是真正相信这种事实 并且从究竟意义上 相信轮回的道理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相信轮回的道理和事实 却是我们修道 尤其是修净土法门的先决前提 如果这个轮回的理论和事实 不能够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的话 那么我们修净土往生之法 就根本就悬空了 你看这个农书居士 在这几段当中 都在谈英国的问题 谈轮回的问题 也说明在宋代 尤其是宋 宋明理学 首先从百宋开始的宋明理学 它就有一种 博无因果 否定轮回的这种思想在里面 你看朱熹在世书极著里面 很明显地感觉到 他对于这个轮回 对于因果 他是不相信的 他认为这个生命是气的聚合 人之身就是气聚在一起了 这就是生命 到死的时候气就闪掉了 魂波也没有了 那既然气都闪掉了 魂波没有了 轮回的主体都没有了 受报的主体没有了 那当然他就否定了轮回 这就是断灭界 人死灯灭 那么这样的思想 对后代的读书人 有很大的影响 博无因果否定轮回 这是大学界 所以在宋代就开始了 有这种思想的流传 所以我们在那体会 农书居士 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篇幅 谈轮回问题 不厌其烦 苦口婆心 那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 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事情 我们结束的一套 也就是断灭界 人死灯灭 只有这一事 三世的轮回英国的思想 在现在国人的思想意识当中 太少 那轮回的思想 只要是任何一个宗教 他都要相信英国 相信轮回 否则只有这一事的话 那宗教就没有必要存在 那正因为有轮回 有英国财食人的思维 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当中 来衡量我当下的行为 应该怎么约束自己 应该怎样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这样道德的建立 才有它的可能 才有它的必要 才有它的重要性 因为面对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现实 我们必须要靠善业 作为主宰 这样才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任 反过来说 不信轮回 不信英国 它绝对就建立不了 这样的道德的心理 道德的自律 从中也就看到 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 道德行为这么低劣 从上到下的 这样的一种人性不古 道德的这种底线的不能坚守 其实质原因 就是否定轮回 否定英国 所以在这个时代 要把这个轮回的存在 这个礼合式说清楚 建立国人普遍的 这样的政治正见 那真的是挽救人心 挽救我们这个国家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一年可以新帮 一年可以上帮 你建立有轮回 有英国这一年 可以使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兴旺起来 你否定英国 否定轮回 可以把这个民族给它灭掉 衰尾掉 就有这么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 实践上就得 要按照佛经 所给我们开示的 去如是理解 如是信受 如是接纳 如是羞耻 这个轮回这个事情 确实我们烈地凡夫 看不见 认识不清楚 因为死后之后 死亡之后 我们下辈子投身 就有隔音之谜 一投身就什么都忘了 这就是讲炎王的 去死亡的过程当中 有一条河 叫这个有孟婆汤 你喝了这个汤就迷了 下辈子就不记得是了 这个西方文化说是 宜王川 那确实有人 在深度死亡的 这样的回忆当中 确实他在会碰到这条河 会碰到 会给他灌孟婆汤的 这个事实 一喝这个 他就失去了 全身的记忆 偶尔没有 没有喝 或者喝得比较少的 他可能一生下来 就会有全身的记忆 这就叫再生人 他就认为 我原来上辈子 是在哪里的 父母叫什么名字 我是怎么死的 他就记得清楚 绝大多数人都记不清楚 所以这就让我们 不了解轮回的一个 认知上的盲点 但是佛是无言渊明的 佛是有宿命通的 佛是了解众生 今生死了下生到哪去的 这样的神通都证得 于是佛经就不断地开选这个道理 把这个生命的真相 和盘拖出 荣书句子这段话 也是按照佛经里面 来给我们叙述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般谈 死这个概念 死这个概念是从我们身体的 这种是否成活 来建立的 但实际上 从轮回的全过程来看 人并没有死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死和生死 怎么建立这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的神死 过来投胎 投胎在母体当中 十个月 借助母体的这种养料 掌养我们的五根 这十二因缘都谈得很清楚了 而生长之后 以后就生下来 生下来 呱呱坠地 这时候就叫生 生就有一个生长的过程 它从婴儿阶段 到儿童阶段 到少年阶段 到青年阶段 到中年阶段 到老年阶段 衰老了 这个叫生老病死 那么 这样到老了命中的时候 这个神时 离开这个身体 于是这个形体呢 由于神时离开 它就会变坏 就会腐烂 所以这个变坏的身体 也就叫死 是这么一个过程 来建立生和死的概念 但从真实意义上来说 它实际上 有一个神时投胎 这个神时你可以称为我 暂时做一个主宰 神时叫我 那这个身体 就是他住的房子 所以就叫行者 是我舍也 那这个神时的我 有去 有来 来了 就投生了 去了 就死亡了 所以这个住的房子 就是这个形体呢 它就 随着神时的 来去 就建立成坏的概念 神时来了 这个房子就 建成了 神时走了 这个房子就坏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样呢 生 所谓的生死的生 并不是真正的 从无生有 只是说神时来了 它形成了一个 躯体而已 死也不是真正就断灭了 它只是神时离开 这个形体变坏了 所以世间的人 只是知道 这个形体的成坏 它不了解这个神时的 取来 所以它就对这一生的生命 就非常的贪恋 耗药 于是它就很害怕死 贪生怕死 就是从这里来的 于是对死亡问题 它都要隐藏 不去面对 它不敢面对 其目的就是恐惧 它害怕 它生怕死到来 所以就有不断地要保命 所谓西方医学 就是让它的生命 哪怕维持一分钟都是好的 不惜一切手段 但是你命尽了 你再大 再好的医学 仪器 补药 它都不行 这个神时一走 你这个身体 还能维持得去吗 所以这一点 有轮回 有神时的去来 这个消除断灭间的 这样的观念 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 很重大的时代问题 那么西方的科学 它都是比较唯物的 它是二分法 有一个能研究的我 所研究的科体 它走的路向 就是比较功利 比较科技 向外去寻求 包括它的艺术 你一看西方的雕塑 它的绘画 它都是非常张扬自我的 你看它的那种 希腊的雕像 那这个对自我的张扬 确实基督非常发达 表情非常丰富 或者非常勇猛 那你看我们中国的雕塑 以佛像度为代表 它就非常内敛 线条非常的柔和 不是向外那种 基督的开张的 那那个风景画 西方的绘画 都是这个个体非常突出 风景成了它一个衬托 那中国的山水画 那人物你不足以看都看不到 人物是在那种自然环境里面的 跟自然山水浓为一体的 是消除我的概念 天人合一的 与自然魂为一体的这么一种理念 你就从它的艺术的路向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张扬自我 张扬自我的一个情况 它的内心跟它的形体有种张力 然后人和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 它农业有碰撞 所以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出现在西方 为什么现在西方人尽管讲 要生态问题 环保问题 实际上对人和自然的破坏 人和环境的紧张关系 首先是来自于西方文化 那么西方的有识知识 也都看到了这种西方文明内在的困境 才会把眼光投注到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它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 一种把这个我的张力 我见给它尽量消除下去的一种文化 你在孔子里面论语都会讲事物 物我物必物故物义 人类的灾难就在于它的我值 我值膨胀 那么我值的膨胀 它就看从这个生命形态来看 它只是看到它的形体 它没有看到生命的深层的东西 所以我们东方文化 卢道师三家的文化 它是这个地球上在生命深层的探讨 以及生命正确答案的给出方面 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 我们千万不要去迷信西方文化 因为近百年来我们都是在崇拜西方文化 贬任我们本土文化的这个氛围当中成长起来的 那你看西方文化它现在有一点深度的话 也都是七渠桌我们东方文化的这样的好的东西来补充 才发展起来的 你看西方的心理学 现在目前它还是把它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 它在治理心理问题的时候 还是那些工具性的东西 还是要抗衰 抗焦虑 抗忧郁 抗造狂 它都借助药物 还是维吾的那一套 那这个龙格的心理学 它谈那个生命的原型 深层的心理 都是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来建立起来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佛教的文化 在神识这个层面 人的心里 它有八诗 最深层的是阿赖耶 第七诗穆拿石 第六是诗 就是第六意识 那这三个层面的这种意识状态 我们现在的一些哲学 都是谈意识问题 第六逻辑思维 但深层的还有第七摩拿石 摩拿石就是知我 执着阿赖耶诗的建分为我 执着前六是为我所有 那么它作为一种传颂石 更深层的是阿赖耶 我们讲神识投身就是阿赖耶 如果只是认可生命层面 第六意识 那可能第六是临终的时候 第六意识它会失去作用的 那死亡的人 他都看到清楚 他都认不清楚的 因为分别是要离开 但虽然第六意识不产生作用 但是只要神识还没离开 都不能说他死亡 最后一定神识离开 你才能说他正是死亡 神识只要在那里 他还有文性 那么临终住念 就建立他还有文性的层面 虽然他不能讲话 辨别不清楚 昏昏沉沉 但是他的文性还在 你跟他敲引尽 跟他念佛 甚至临终来开导 开示 他能听得到文性 就好像在梦中 你睡着了 第六意识不产生作用 但还有独头意识 你在梦中 他也能听到声音 但在梦中声音 他会颠倒地 把外面听到的声音 编织到他的梦中 他会颠倒地接受 但是他能听到这种声音 所以这一套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了解 目前西方的医学 好像1963年的 医学诺贝尔奖 是颁发给了英国的一位爵士 叫艾 他那一年的诺贝尔奖金 就是他阐述着 人死了 还有灵魂 还有灵魂的存在 那谁知你看西方学术界 有一种超心理学 超心理学就探讨 这些再生人的公案 就是一出生下来 他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父母是谁 这是没有任何外面的信息 给他输送 他一开口就说 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就专门对这个进行研究 一个一个公案 这个个案呢 涉及到世界各大洲 不仅包括欧美国家 还包括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 据说有三百多个公案 这些都是真实的 真人真事的采访 你看现在的西方人 相信有轮回的 大概他能占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那么现在如果到中国 你做一个问卷调查 相信有轮回的 有三四英国的 估计比例不是太高 不相信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也不相信周易的话 不善之家 吉卜善之家 必有余秧 他这个行为都是 子生后代都有影响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 出生的人 整体数字不高 就是说就是 有各种六根残缺的人的比例 越的越多 我上次看一个报告 往往就那些 很富裕的村庄 可能这些年来 赚了不少钱 然后他们的生的子女 都不怎么行 于是这里面 可能就有 冥冥当中的因果 你赚了这些钱 是不是真的是 正当的道路上来的 如果你赚的钱 是不易之钱 是伤害了很多人 那冥冥当中 那这个惩罚就来了 你的子女不行 你的子女一生下来 就精神病 你看看 这些 如果他相信 轮回相信因果 他一定是 战战兢兢 奴隶是冤 奴隶薄冰 他一定会行善 为什么行善 为自己好 是为了子孙后代好 你造恶 自己不行 子孙后代都连带 受罪 受苦 这都是从这个 轮回因果的观念当中 所产生出来的 必然的知见和行为 你说这是多么重要 现在都知道 我们中国道德 每况愈下 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提升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 我们可能接纳了西方的很多观念 但殊不知 最管用的观念 就是轮回和因果 离开六道 轮回三世 因果这两块坚实的基础 一切道德是建立不起来的 可以下这个判断 于是我们说 弘扬佛法 提升我们民族的素质 提升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水平 就在佛教里面 没有佛法的熏陶 我们的道德是上不去的 奴家的道德 他也要建立在因果的观念当中 上书 周易 包括孔子 也都在谈因果问题 奴道师三家的圣人 都离不开因果 所以这个安世全书 周孟严就是说 人人信因果 天下大智 人人不信因果 天下大乱 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由轮回可以过渡到 道德的这个层面来 那么我们要思维 这个神识 他来 来了就叫生了 他是怎么来的 神识离开 离开他去什么地方 是以什么样的力量 决定他去什么地方 这是第二个层面的思维了 好 这种思维 佛告诉我们 是随业缘 业力来决定的 不是上帝 或者神 或者佛菩萨 来跟你安排的 这是自因自果的 你神识 是随着你的善恶业 哪个强 而来投身的 所以这个业缘 就是我们在这一世 所造作的涅 造业的工具 就是生可义 这个业造成了 就构成了一种力量 这就叫涅力 喀玛 那神识呢 就是随着这个涅力 而投身的 那么在六道当中 有三善道 有三恶道 你想得人天福报 你就要修善业 你放纵自己 贪嗔痴 造作恶业 自然就堕到 三恶道里面去 这种因果 丝毫不爽 那你 于是佛 在这里 为什么要 自 自戒 自戒就是 让我们从 消极层面来说 止持 止一切恶 止一切恶 主要是从 身口一三叶 这方面来 止断 然后让我们修善 戒离无非是 止恶修善而已 那止恶修善的 依据 为什么我要 慈戒 为什么我要 行善 它的依据 就是轮回 就是因果 没有这个 轮回和因果的依据 我就 没有 劝善 承诺的依据 我行善 我行善的 依据 没有了 但是有因果 有轮回的观念 你行善 你就有善报 你造恶 就有恶骨 这就是我们 止恶 修善的 依据 那你看到 天堂 非常美妙 那种微妙的 五欲 寿命很长 也是念头一动 什么东西都来 你到天堂上去 天又分 二十八重天 欲借天 就够我们神往了 到了色借天 就更自在 五色借天 寿命更长 你要修天上的念 就得要修 十善一道 牲口一三叶 都要去修 那么 你在欲借天 都要修十善一道 上品的十善一 到了色借天 你还要 在基础上修禅定 你要到五色借天 还要修四空定 你做了这样的 十善一道 和修禅定的这个一 到临终事的时候 你的神识 就跟着这个 善一之源 升到天上去 那你下辈子 要保持人生 你得修 中品的十善一道 你的要持五戒 杀到一望 就你不能犯 你的要奉行 鲁家的五常 仁义理智信 你有这样的一个 业缘 你下辈子就能保持 人生 得人生 那么我们今生 能够在人道里面 能够伸出头来 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在无量级轮回的过程当中 绝大多数时间 我们都是跺在三个道里面去的 所以今生 侥幸来得人生 说明我们有 持五戒的功德 修中品实善业的功德 才得人生 好 我们是由于善的业缘 来投身到人道 但也想一想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这短暂的几十年 我的十善一道 是不是保持的 五戒是不是修道的 所以讲人格人格 做人要有资格 这个资格就是五戒 如果五戒你持不好 这就决定你下辈子 失去人生 你是保持人生 还是失去人生 这个命运的主体 都在你自己这个地方 自因自果 如果你没有敬畏感 就杀到淫妄 什么都敢来 五毒俱全 而且认为自己 作恶还很有能耐 甚至琢磨着 为了使势力更大 组织一个黑社会 成为一个黑老大 那你在三个道里面 下坠的速度就更快 所以这个行善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又在这个时代 非常难的 因为我们余生剧的 也有造恶的那种冲动 那种劣根性 造恶农意啊 这个作恶一日有余啊 行善千里不足啊 行善如溺水行之旺啊 行善很难 造恶容易 行善就好像 推一块大石头 上山一样的难 造恶就好像 一块大石头 从山顶上滚下来 一样的痛快 所以这个时代 确实你想升天 想保持人生很难 失去人生的这种机会更多 这就是佛已经给我们这些 云云众生做了玄迹哦 失人生者如大地土啊 得人生者如手上的土啊 如果你做了阿修罗的业员 阿修罗也算三善道之一 他福报也比较大 他也比较善良 也愿意不失 很有侠义之心 但是他在行善的过程当中 有诚恨之心 有人我好胜之心 所以他就生到阿修罗道 你这个有诚恨之心 增强好胜之心 修善业 你就生到阿修罗道去 如果你放纵 贪嗔痴 三毒烦恼 这个身可依善业是十恶业 那你上品的十恶业 到地狱 中品的十恶业到恶鬼 下品的十恶业在畜生道 那么我们 这个在六道里面 都是从这个十善 十恶业 十善业的程度 作为依据 作为轮回的依据 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在无量级轮回当中 是无有出其要 所以这个神识呢 无始以来 这个就在一个物质里面 又转到另外一个物质里面 投胎一壳 由于我们常常是善恶业都有 夹杂的 所以今生可能在善道 下辈子可能在恶道 再下辈子可能又生到善道 就不能长久的停留在哪一道里面 哪一种生命的载体 是由于我们造的涅 不是长久稳定的 所以这个神识 停留的地方 也就不一样 但这里要注意 这个涅是由心造的 这个涅决定轮回 心能造业 心也能够转业 也就是这个 这就造命之学 不能说这个轮回英国 就一说好像就是决定了的 就是定命论 其实佛教 更多的 在定命的基础上 要谈造命 创造新的命运 既然心能造业 心也一定能转业 要把业力转变 就得要转变这个心 念头转变 这个念头转变之后 比如说你命中应该造一个 命定的苦报 这是忽然 你发了大菩提心 以忏悔精神 大惭愧心 来改过 来谦善 来念佛 这时候你的心力大 善也大 就能转变原来的 恶的念力 和恶的果报 所以大家读这个了凡事训 实际上他就谈这个问题 命中没有考取尽事的命 他修大善 三千件善事 他考取了进士 命中没有儿子 他行大善 命中有两个儿子 命中活五十几岁 结果他没有求 就活到了高寿 所以他是能改变的 但这种改变你要知道 这个改变命运的道理 明白道理之后 你一定要身体的行 在行动上要体现 真的就是要下定决心 改过千善 知行何意 才能够改变命运 所以这个 这个轮回和因果的道理 就是这样 决定着 我们行为的道德 行为道德 明白这个道理 他自然而然就会为善 这已经不是外面的灌输 不是给外人去做 一定是为自己生命负责任 他一定要行善 他不敢去造恶 他还敢用滴滴灰烟 他还敢去拿毒奶粉 去害人吗 害人就等于害自己 自己就完了 自己就要下地狱 那明白这个道理 你打死他 他也不敢去 他再怎么样 他也不想到地狱里面去 当你买了这些 卖出这些毒奶粉 你为了点钱 卖出毒奶粉 毒死了那么多小孩的 恶果形成之后 那你下地狱的后果 就已经决定了 如果这个天地之间 这种善恶因果报应 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这个人类 作恶 已经等不到你现在毁灭了 早就要毁灭了 人和人之间 都有伤害 对方的那么一点力量吗 是不是 但为什么不敢伤害他人 就由于伤害他人 等于伤害自己 所以一切圣贤 佛菩萨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来进行硬化 随行九法界 尤其随行我们六道的凡复境界 就是在跟我们宣传轮回的道理 因果的道理 告诉我们 你造什么恶就要到什么恶道里面去受苦 你行什么善就能得到什么善果 都在进行这种教化 这种教化 你看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 非常普及啊 他的每一个村庄都有寺院啊 只要有寺院就在传播这些最直谱 但是最真实的道理啊 乃至于一些小说 戏剧 画本 这些文艺表达形式 都是谈因果的 我们传统社会的这些 这些笔记啊 小说啊 无一例外都是谈因果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小耳濡目瞒 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就很善良 不敢去造恶 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 在农业社会当中 几千年能够稳定的 这种心理基础 只是近百年来 我们把这一套 圣贤之学给它否定掉了 边缘化了 才使得我们像喝醉的酒一样 不明白这个道理 以至于搞得人与人之间 这样的充满着不安全感 所以现在的回归国学 大家都学传统文化 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那么 所以这个神 神石在这一期的涅满进了 形体就会败坏 这个神体坏了之后 神石就没有依托之俗 他就要另外找一个住宅 那么这样他找到新的一个舍宅 是根据我们今世所造的孽 而去牵引的 所以谈轮回一定是 轮回的对境是六道 它的时间是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的报应 那么譬如人造了一个房子 就必定要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人造了饮食 就一定要品尝这个饮食的滋味 这就表明我们造什么孽 就一定要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又叫孽报 这是自然的 不加造着的道理 所以我们对这一世的 所作所为造什么孽 就不得不加以谨慎 不谨慎是不行的 自作自受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的 余神俱来就有两个巨神神 跟随我们了 我们造的善 我们造的恶 一一地记录在档案里面的 以后在阎王爷的夜境里面 那个阎王殿的夜境 就把你一生的善恶夜 先好 不舍不齐地显露出来 你怕你到哪一道里面去受果报 是根据你造的孽来决定的 这时候你是没有 想辩解的可能性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尤其是要下三个道 失地于苦发谱的心 这个六道轮回都是苦 所以我们一个智慧的选择 今生怎么样脱离六道轮回 永远离开三界的苦劳 我们每一天都八苦交间 有这个孽暴生一定要苦 你在这个世间 你每天都是经受这种烦恼 我们就在当下 我们升起一个很大的夜里之心 但你离开三界的苦劳 这个孽暴生的烦恼 你要找到一个出路 那西方净土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那个地方是三界之外 它永远不会轮回 它离开一切无常衰败 它是法信徒 无衰无变 那个地方寿命无量 那个地方永远不会生病 永远不会衰老 修道没有一点藏缘 也没有冤家对头碰面 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每天都能见阿弥陀佛 每天都能听经文法 我看这只东北的句是 很好耀佛法 很喜欢听文 对于智慧 对于佛法有很高的热忱 这都很有善跟很好 但有时候在这个地球 在我们中国大陆 确实不容易 讲经说法的缘分比较少 那到了极乐世界 你想闻什么法就有什么法 甚至你想到他方世界去闻法 都能够马上献胜而去 西方进度不仅佛菩萨在说法 连这个水的声音 这个风吹树叶的声音 灵朵的声音 白鸟邪鸟的声音都在讲经说法 你说那多么自在 所以到了极乐净土 才是我们就近解脱的安乐之处 所以我们这一次信德人生 信闻净土法门 就一定要好好修持这个法门 好 请看下面 普劝修持事 此事皆中 人生皆如水泡 生命不长 活一岁二岁 活一时二时 幸而止四时五时 亦难依 虽有至七十者 古来幽息 人只见眼前老者 不思不带老而去者 多一 况世间无非是苦 但不思行 故不觉知 不称义时 故为苦一 如获称义 义无多时 父母妻儿 嫌轻眷属 或疾病死亡 或杀伤离散 或自己大恨忽燃而至 平生罪恶 岂得全无 且以目前言之 岂一不正念 说一不正瑜 事一不正舍 听一不正身 唯一不正事 无非过恶 旷属食者 众生之肉 属医者 亦杀众生而得 又旷所有过恶 不止于食肉 医施 不施者已 吃之 成可畏也 至少 直老 至生 至死 极累 既多 缠绵坚固 无有解脱 闭眼之后 不眠随夜缘去 遥遥明明 知在何处 或罪地狱 受逐疾苦 或为畜生 受人宰杀 或生恶鬼 激火烧身 或入修罗 趁恨恨属破 虽有恶意 善业 得身天上 人间 受尽福报 依旧轮回 飘流古墨 无有出奇 唯有西方 净土 罪为超脱 轮回 之洁境 设身难得 趁 康剑时 办此 大事 当常着念云 悟成 至五时以来 轮回六道 不曾 支持法门 故不得 处理 今日之之 岂可不及时下手 年高者 故当勉励 年少者 亦不可依寻 命中 近身极乐世界 回世 使入阴福 见阎王 受恐怖者 不可同年 而语 普劝修辞 第四篇 观苦空无常 修净土 就是要常常 观照我们这一世的生命 苦啊 八苦交间 因缘属生法 空 无常 这个对峙 这个对峙我们的颠倒 我们在这里很苦啊 但常常以苦为乐 对这种苦难的情景 我们常常麻木 在空这一点上 我们也常常没有智慧 把一切认为很真实 不能了解 主法的空性 对生命 迟早要无常这一点 也常常自我的欺瞒 不直面 这个生命的问题 所以这一段 就直接的 点示 生命的本来状态 佛法 从来不 掩盖 生命的负面地方 它要直面 人生的苦空 无常无我 由这个直面 这种忧患 这种厌礼 才能获得真正的 常得我尽 你连自己 负面的东西 都要回避 甚至在粪便上 你还要 烟 遮上玫瑰花 那你就永远得不到 解脱的希望 所以这一点 执心是道场 我们不能回避 我们的可真的 阴暗的一面 好 那你看 在这个世间上 我们的生命 就像水泡 它是非常微脆的 这个生命 很快就会转变 我们出生的当下 就迈上了死亡的历程 每一年都洁净魂墓 而且我们不知道 什么是我们失望